洗肾也好 中风也好 我顾你到一百岁 我们都希望父母亲长命百岁 那种愧为人质的感受很强烈 我们也想当个好孩子 我是哭着求他开口 求求你吃东西 然而告别永远没有最完美的方式 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他真的要走了 他真的会离开 对于生命 我们始终体会不够 遇见生命 星期六晚上十点 S1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